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因赤板的背叛 明天起会对班杰进行再调查 请大家一起监视他的行动 包庇者同时为奴隶论处 赤板当即傻了眼 蒙编辑说 自己绝不会出卖部长 但两个司党还是立即与他划清了界限 把他独自晾在了KTV 看到赤板失魂落魄的样子 怨无得意的笑了 此时情报屋小哥 已查清了暴力事件的来龙去脉 没想到全班都参与了暴力事件 最过分的是坏女孩三人组 他们逼着灵姻去研究 将挣来的钱收入囊中 还把这事当作笑料写在通告板上 班主任首总自称暴力事部长 以网购点数作为诱饵 给遵到自己命令施暴的学生发放点数 像玩游戏一样操纵学生 李奈简直不敢相信 为人师表的老师竟会做出这种下作之事 怨无说 老师也是人 千万别用职业来判定人 怨无经查到的资料交给灵姻的妈妈 拿出了坏女孩三人组的照片 这三个恶魔强迫灵姻远交 把她赚来的钱据为己有 而灵姻提到的恶魔部长 就是班主任首总 母亲情绪激动的来到女儿一向前 做出了对他们四人的处罚决定 把三个坏丫头从社会上抹杀掉 让他们受到和灵姻同样的耻辱 明白自己犯下的罪 将首总实质性抹杀掉 代替灵姻把她送下地狱 这时记者竟相按下了门铃 想求见母亲 弄清灵姻自杀的真相 见妈妈有些动摇 怨无说 我们的复仇是违法的 到死也不能向任何人提起我 不然你就没命了 短短一晚 赤板遭到了全班同学的排挤 课桌上被人恶意涂鸦 手机上也收到了数条咒骂的短信 怨无与理奈扮成心理辅导老师来到班中 利用课余时间对学生们面谈 进行心理辅导 他俩问赤板是否受到了欺负 并让他放心大胆说出来 就这样将他扣留了两小时 首总再也坐不住了 下令对赤板宣判死刑 学生们将赤板团团围住 向他宣布死刑 并把他当作了奴隶 记者竞销 一每人5000日元的报酬 从学生口中打探到了校内BBS暴力社的存在 告诉主任新的施暴又开始了 主任兴奋极了 命手下带上摄像师 在宾馆一带搜寻四处游荡的女学生 以便现场拍摄 静香觉得学生出境危险 应告诉学校 主任却要他别多管闲事 赤板想逃跑 被昔日的死党抓了回来 这时他们收到客人远家的短信 让他们三人一起同去 届时客人汇出30万天价 理奈邀请首总到酒吧喝酒 没会儿就将其灌醉 不省人事 一直守着校内BBS的静香 终于看不下去 回帖请大家住手 不要再施暴 恶女们如愿来到见面地点 看到院屋后不禁呆住了 院屋吩咐身后三名壮汉将他们带走 像奴隶一样藏起来 过生不如死的兴奴生活 得知静香一直在坚持校内BBS 院屋下命关闭通告板 重新做个新的通告板 指对学生们开放 主任发现校内BBS被删除后 对静香大发雷霆 转天首总转眼发现 自己将被绑在了学校楼顶的栏杆外 顿时大惊失所 盲求院屋救自己 院屋漫条死了的说 可惜我不能救你 因为我叫院屋 是替被你施暴自杀的灵鹰雷寻仇的 此时学生们一股脑涌入学校 我跟大家说 是你把校内BBS的事告诉媒体的 暴力社部长宣判你死刑 你的学生只要是暴力社部长的话 他们都听 说完院屋解开绑住首总的绳子 转身离去 学生们来到楼顶 抄起扫帚打算将叛徒赶下去 首总盲解释 大家住手 我就是暴力社部长 一名学生道 部长说拍的老师飞天的照片 会得到十万点奖励 听吧 大家拿起扫帚 挤哄般朝首总统去 于是首总自食其果 仰面朝天从楼顶追了下去 楼下刚刚还起哄的学生们 当时吓得面无血缩 这时媒体与校长也赶到了 看到首总倒在血泊中 只关心自己仕途的校长惊呼 完了 我的人生完了 只有静香大喊着去交救护车 事后 母亲将两千万酬劳如数交给院屋 善良的她觉得 在学生面前杀死老师有些残忍 院屋却不以为然 当初把灵鹰逼上绝路的人里 他们都有份 所以让他们体会一下死亡 也是应该的 离开前 院屋再次提醒母亲 但我死也不能向任何人提起自己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喜欢宇哥的视频 别忘了点击关注 并在微信里搜索我的公众号 宇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点击关注 本剧全集公众号内以上价 欢迎大家订阅收看 喜欢宇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 请订阅关注